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探开小手包饺子 切切菜 切切切 揉揉面 揉揉揉 杆杆的儿活活香 饱了一个大饺子 香香的饺子给谁吃 给你吃 春节倒了吃饺子 探开小手包饺子 切切菜 切切切 揉揉面 揉揉揉 杨茜茜茜 花活香 饱了一个大饺子 香香的饺子给谁吃 给你吃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以桃花为例来讲解花的结构 从下往上看 可以看到 下面是花饼 花饼是连接金的小枝 也是金和花相连的通道 花饼主要起支持和疏导作用 花饼的长短因植物而已 有的长 有的短 有的甚至没有花饼 花饼上面是花托 花托略微膨大 上面会着生花鳄 花瓣等 花托的形状也不相同 有的是圆柱状 有的是盘状 碗状等 这个结构是鳄片 包备在花的最外层 有保护诱花的作用 花鳄的内轮是花瓣 花瓣有的是一轮生长 有的是多轮生长 花瓣一般都有绚丽的色彩 这是因为花瓣细胞里面含有花青素等色素 花瓣的肌部通常会有腺体 可以分泌蜜汁和挥发油 还会产生特殊的香味 所以花瓣上鲜艳的色彩 分泌的蜜汁 以及芳香的气味 可以吸引昆虫进行传粉 这个结构是瓷蕊 由柱头 花柱 脂肪三部分组成 柱头是接受花粉的部位 花柱是花粉管进入脂肪的通道 脂肪的肌部通常比较庞大 里面含有胚珠等结构 这个结构是雄蕊 由花丝和花药组成 花丝比较细长 起支持作用 花药是产生花粉粒的部位 花药是由两个花粉囊构成 有的花也有四个花粉囊构成 花粉成熟后 花粉囊会开裂 这时花粉会散出 如果一朵花同时含有瓷蕊和熊蕊 那就被称为两性花 例如桃花 杏花 百合花等 如果只含有瓷蕊或只含有熊蕊的花 就是单性花 例如黄瓜 西瓜 杨树 玉米等 好 这就是花的结构 由花饼 花托 鳄片 花瓣 瓷蕊 雄蕊 这些结构组成 这节课就到此结束 哇 花的结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浮测 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看一看花的结构 今天我们都学了哪些单词吧 第一个 花饼 第一个 花饼 第二个 花托 非常好 第三个 饿片 饿片 第四个 花瓣 非常好 第五个 瓷蕊 花瓣 花瓣 瓷蕊 花瓣 花瓣 第六个 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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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家真的非常厉害 今天学了非常大的单词哦 哇 大家真的很棒 今天学了非常多 那回家一定要记得要复习哦 啊 年轻人也忘了认识 替老师王和普通 认识 今天呢 今天呢 普通和老师王 来年轻人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